那大升級王租房子 網路刷到這一間 食品大空間全新家具 景美大套房一個月只租7000塊 沒想到是詐騙 對 他說如果我看到不喜歡的話 他會賺錢給我這樣 女房東表示要先付訂金 一共14000塊 可以卡位看房 看完不喜歡再退款 喜歡就變租金 目前你是排第五個看屋 前面還有四位 優惠是臨時提出來的 後續可能就沒了 你訂下了 會傳十分證給你作為保障 這樣你也安心 男大升急著找房 匯款約看屋 結果房東話數連發 就人間消失 看房子要14000的押金 我說不可能那是詐騙的 昨天晚上還有一個學生跟家長來 實際找到租屋地址 鄰居說不只一人上當 而真的房東說 房間早就都租出去了 這位假房東用同一個賬號 連PO三篇文 內容一模一樣 只有地址不同 疑似盜用別人地址 也盜用房間照片 8月1號學生加外 2號匯款一萬四千塊 5號約看房 苦等半小時才驚覺被騙 直衝派出所報警 那我在看房子 他那個房子也不是我的房子啊 預付電金 先看屋等話數引誘被案人匯款 嫌犯假冒 女房東趁暑假挑學生下手 男大生急著找房子也得提高警覺 否則房子沒找到 先損失一萬多塊 越想越氣 這位黃宣旭前高雄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